因為我那個時候寶寶在吸嘛 所以有點受傷 然後甚至就是破皮流血那樣的 那陣子真的是非常痛 早安大家 連續每天拍Vlog也快三個月了 每天拍Vlog那個記憶體的空間相當的可觀 經常我都是用這個 我的隨身硬碟 來裝之前我拍的一些影片 那現在發現隨身硬碟好像沒有那麼安全 就是它畢竟是一個行動硬碟 所以它的資料呢 丟失的可能性還是蠻大的 然後剛好呢 我的硬碟的容量也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今天就來三創這邊 來逛一下 買一顆大一點的桌上型的硬碟回去 這樣子才可以讓我繼續 完成每一天的影片 走吧 看一下誰陪我來 嗨 Frank Frank 好台詞英文 是嗎 這叫台詞英文嗎 Frank 有親切感 OK 不然那怎麼叫 Frank 喔Frank 不是Frank Frank 好今天Frank呢也要來這邊看一下 電腦 所以我們就一起約在這邊 因為知道這一區呢 就是算是台北最熱鬧 賣最多電腦商品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來台北想要逛一些3C產品呢 這邊還蠻推薦的 OK我們吃飽了 現在準備來去看一下 Frank呢想要看一下這邊的電腦價格 然後比較一下美國的價格呢 再決定要不要在台灣買 然後我呢當然就是買硬碟啦 所以大概逛一下 因為很久沒來逛這邊也不太熟悉 好的 這個車已經買好了 硬碟 這次呢原本打算買8TB 但是剛才好像想了一下 最後決定買一個6TB的 6TB應該暫時可以撐個好幾個月 應該對 還算不錯 然後是一個台灣的牌子搭配上 WD的內階式硬碟 整個三創都蠻好逛的 裡面不只有一些3C產品 還不錯是Frank最近也在找黑膠唱片 然後裡面呢 也有很多的黑膠唱片 剛才呢我們算是 蠻開心的逛了一下 有嗎有喜歡的黑膠唱片嗎 有是有可是沒有找到 但是就是沒有找到我要很特別的 那一張的 因為它那邊黑膠唱片真的超多的好幾櫃 然後就是等於說 它沒有特別說某一張唱片 就在哪裡你就要自己去找 就很像挖寶的感覺 就是你如果有找到你喜歡的話呢就很幸運 但是就是 這種感覺也蠻不錯的啦就是另外一種體驗的感覺 那邊去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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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明天見 明天見 護理師推薦的 然後他們說這個背心牌子的羊脂膏 羊脂膏是可以直接擦 而且寶寶是可以吃的 所以它是沒有什麼食物上的疑慮 所以是ok的 然後我之前其實都是擦這一排羊脂膏 然後我一直擦擦擦 擦完一陣子之後 它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因為我那個時候寶寶在吸嘛 它有點受傷 然後甚至就是破皮流血那樣的 那陣子真的是非常痛 它這個差不多是三天吧 三天可以好 我自己的經驗嘛 我擦了之後三天好 然後之後又在網路上 就是有碰到一些學姐給一個更好的建議 他們說其實你不用買 你擦母奶 擦母奶好最快 然後我後來也就是 聽了他們的建議之後 開始試著擦我的母奶看看 結果真的是效率好很多 它復原的比較快一點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那時候可能 傷口也快好了 但是我覺得 之後在一直擦的時候 我都是以擦母奶為主 幾乎很少再擦這個羊質膏了 所以說如果以後 未來大家有這方面的疑慮的話呢 我也是蠻推薦母奶的 它塗上去之後 會有一個薄薄的保護層在上面 這樣寶寶也可以吸 而且也可以順便保護你的乳頭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剛才講的那麼多呢 就是想要推薦大家 母奶真的是蠻萬能的 它不只可以餵寶寶 還可以擦自己 還可以修復 我覺得很棒 好啦 那今天就由我來做個ending囉 我們今天的vlog就拍到這邊了 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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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